嗨,我是Jack,我是1Unity的领导之一,也是JTG的品牌创办人 JTG的话呢,是公司最快速发展的团队 我也用了6个月的时间从5个人发展到30个人的团队 OK,当我加入房地产这个行业之前 我听到很多倾盆汽油都跟我说 房地产这份销售行业的佣金收入会比其他销售行业来得高 当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接触的第一份工作也就是销售 当时候的我,我觉得其实佣金收入高达2800已经是我觉得很多很多 但是每一天,每日,每夜的做,导致到我对这个行业是有点迷茫 是不是我可以达到更高的佣金收入 所以为了改变我这个现状,我才会决定去读大学 因为我觉得有大学,有文凭,你才能够拿到更高的收入跟更高的成就 OK,当我大学即将毕业之前,其实我对于未来的生活跟工作其实是非常迷茫的 但,纪约巧合的私下,我遇到我的好伯的,也就是我的好兄弟 也就是OneUnion Ready的创办人Javel 他分享了他在房地产的经验跟他的成就 让我觉得其实原来房地产是可以这样做的,我也马上加入了房地产这个行业 其实房地产的行业已经是不像以前的传统营销 以前的传统营销的话呢,也就是说爱家爱户派传单 或者是爱家爱户去作为销售 但是呢,现在我们已经走向了网络销售时代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OneUnion Ready的话呢 他不单单只有14天快速结佣 还有各种各样的incentive 比方说豪车津贴,免工期 也还有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津贴等等之类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司也是很多的incentive让大家来拜咯 OK,我是在2018年12月加入房地产这个行业 我是以part time的身份呢,加入这个房地产 到现在做房地产这个行业呢,已经将近了有5年之久 与其说5年来的最大成就,我可以分为以前跟现在 以前的我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成就的话呢 就是我的个人成就 我在房地产的话呢,我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赚取我的用金收入高达150千以上 也买了一两我觉得我是梦寐以求的 BMW3系列 再来,我同时还购入了一支 五位数的劳力士手表 现在的我 身为一名领导,我觉得成就不在于我 我觉得成就最大的就是协助团队的伙伴 找到自身的价值和方向 并且帮助他们完成他们所设下的目标 这才是我觉得最大的成就 比方说,我有一位朋友 我认识他将近10年 他毕业于台湾 回来马来西亚之后,马上加入了房地产 通过房地产的收入 用了6个月的时间 买了他第一两宝马3系列 再来,我还有一位伙伴 他的年龄仅仅是21岁 而且他是一个小女生 在加入房地产之前 他什么都不会 可是当他加入房地产 一个月内 他赚取他的佣金收入高达5位数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就是协助团队 找到自己的价值方向 以完成他们所设下的目标 OK,One Union Reality跟其他公司的不一样之处就是 虽然说我们公司有4个团队 但是呢,我们公司 凭着一个口号 也就是说 One Team, One Dream, One Union 的一个理念 我们共同去发展我们的目标以及方向 所以其实当伙伴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不分你我 我们都会互相借力互相帮忙去解决 各个伙伴的问题 所以其实One Union的话呢 也有很多活动 比方说重要的节日 万圣节 圣诞节 甚至是新年 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 让大家更了解彼此之外呢 也让大家能够一起借力 帮助到伙伴达到自己的目标 OK,我2022年的目标的话呢,我希望我的团队人数能够高达50人 再来的话呢 协助至少 10位以上的伙伴 完成他们自己的目标 月入过万 也一起驻上 梦想屋 一起驾上梦想车 也完成 公司所设下的 Incentive Campaign 再来的话呢,也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台湾和巴黎 我们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成功过 所以其实不用害怕失败 勇于尝试 你才可以拿到你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其实选对 平台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火车站等飞机 所以万圣人Ready等着你